大家好,我是元宝 今天我们来讲述一起发生在美国的连环上人案 他以摄影为名,勾引年轻漂亮的女孩 对其女孩进行拍摄淫秽的照片 强迫与其发生性关系 然后再进行残忍的虐杀 他就是死亡摄影师哈维·穆雷·格拉特曼 格拉特曼1927年10月10日 出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普通家庭 他的母亲是一个裁缝 父亲是个技术工人 但是格拉特曼因为相貌的原因 童年并不是非常的快乐 而且他也不向别人讲述自己的事情 事后都是警方媒体通过他身边的人得知的 总的来说 童年的格拉特曼是在骑士中读过的 这其中也包括他的母亲 从他一出生的时候 他的接生一生就惊呼到 从来没见过这么丑陋的婴儿 据格拉特曼的表哥透露 格拉特曼的母亲最喜欢的幽默方式 就是拿儿子的长相 与其他家人朋友开玩笑 说他长得好像外星人一样 在学校也一样 格拉特曼的小学老师印象里 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 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 还有很多调皮的孩子 给他取了很多像大马猴 丑鬼一类的外号 这让格拉特曼更加不愿意和他们相处 虽然长得丑 但是格拉特曼非常的聪明 上了出众后 他这个优点充分的发挥了出来 每次考试 他总能考到第一名 但是这并没有缓解格拉特曼的烦恼 从上出众开始 他开始对一些异性产生了好感 但是多数女生 只要看到他 就会赶紧跑掉 完全得不到异性 青睐的格拉特曼 开始做一些非常不堪的事情 他会偷走那些 他喜欢女生的世人物品 回到家里 对着他们进行自我解决 还会转进你厕所偷窥 慢慢的格拉特曼这种行为 变得越来越频繁极端 在1943年的4月 格拉特曼闯入一个女生的家里 用刀威胁妻脱下衣服 结果被其嫁人制止并报警 格拉特曼因为这件事 被学校开除掉了 被开除后的格拉特曼 没有重新找学校 而是选择和父亲 学习一些谋生的手段 同时转研派设技术 对于这个时候 格拉特曼来说 闯到别人家里 已经是家常别饭 别人家里没人时 他会透女主人的内衣内裤 女主人在驾时 他会威胁其脱衣服 有男主人在的话 他就逃跑 1944年的5月份 格拉特曼用一把假抢 威胁一名女性脱掉衣服 被警方当场抓获 被强制健康了4个月 1945年 格拉特曼用刀威胁一名 受害人脱衣服 然后用绳子将其绑住 对着女孩做了自己 不可描述的事情 事后受害人报警 格拉特曼被关了8个月 一直到1957年的2月份 才在父亲的介绍下 在一家维修家电的公司任职 但是他兼不得人的那些行为 还是没有停下 他专业摄影技术 夜里经常钻进女厕所偷拍 还将照片写出来 放在家里供自己一言 终于在8月份 格拉特曼找到了 最为满意的欲望 满足途径 这也揭开了他连魂杀人的序幕 1957年的7月30日 格拉特曼被安排到了 一个叫做朱迪的女性家里 修理家电 到了朱迪嫁后 格拉特曼了解到 朱迪是一个好莱坞的模特 才刚把来洛杉矶 格拉特曼看得出 他正愁眉苦脸 可能是为自己的 长期不问不回而苦恼 格拉特曼冲非的 发挥了自己厚颜无耻的优势 他将自己描述成 一个洛杉矶出名的业余摄影师 而且和很多当地杂志社 都有商业合作 凭借这些合作 捧红了很多女明星 于是当朱迪提出 能不能帮他 拍几组照片的时候 格拉特曼一口就答应了 二人还约好了 会面的时间和地点 8月7日 二人安宇来到了 格拉特曼的家里 他声称 他绑住住迪 联系了一家杂志社 但是需要拍摄一些 加入束缚元素 而且要保持全裸姿态的照片 方便提高传播的效果 一心为了火的住迪 一听这话 马上效除阳开 任由格拉特曼将棋 无化大绑的 绑在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木架上 在拍了很多照片之后 格拉特曼撕下了自己的伪装 他强健了毫无反抗能力的住迪 住迪受辱之后 表示只要格拉特曼放他走 他就不会报警 但是格拉特曼丝毫不相信 这个女人的话 他坐着思考了几分钟 之后将主题放进了车里 带到了洛杉矶东边的沙漠里 又拍了一些裸照 最后用绳子擂死 埋死荒漠 格拉特曼在家里 观看这些照片的时候 感到无比的快乐 他感受到一种欲望满足和舒畅感 在反复回约过这样的快感后 格拉特曼就迫不及待的 开始着手下一次的傻碌计划了 因为过去的自己的不良记录太多了 为了抹得到这些记录 格拉特曼只好伪造了一个虚假的身份证明 化身为乔治·威廉姆斯 凭借这个身份 他参加了很多单身俱乐部 他这个器件 也花钱在杂志上刊登自己的广告 说自己是一名畜生的业余摄像师 但是效果都很差 因为广告词他能吹牛逼了 但是他在俱乐部中 他结识了一个女孩 名字叫做雪莉 这一次格拉特曼是喜欢上了这个女孩 经过追求后都被拒绝掉了 死去耐心的格拉特曼 开始了他的强制计划 1958年的3月9日 格拉特曼邀请雪莉出去吃饭 在这之后 格拉特曼用枪为袭雪莉上车 将其带到了距离洛杉矶大约90公里的沙漠里 捆绑并强奸了他 和上次一样 这一次格拉特曼也拍摄了很多的照片 拍完照片后 格拉特曼用丧尺勒死祝迪的手法 勒死了雪莉 将尸体埋在了一个大仙人掌的旁边 还带着了雪莉的内裤 他在杀死雪莉后的感觉 跟第一次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这一次他一点愧疚感都没有 反而异常的刺激 他回家后呢 把雪莉的照片全部贴在家里的墙上 卧室里 客厅里 到处都贴满了 供自己欣赏和回忆 这个时候呢 看到杂志广告的一名脱衣服女郎 路西梅卡多打电话过来 希望格拉特曼能给自己拍摄协证 于是格拉特曼和路西吃了饭 在咖啡厅聊了很久 格拉特曼对路西的容颜呢 无比的痴迷 在第二天表示想要和他谈恋爱 但是找到了拒绝 几乎就在被拒的那一刻呢 格拉特曼直接掏出了手墙 威胁了路西 将他带到了杀死雪莉的那个沙漠 格拉特曼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来来折磨路西 将他摆出各式各样的指示进行拍照 反复的性侵他 最后到了天快黑的时候呢 格拉特曼将其勒死 就地掩埋 将其内裤带走 但是格拉特曼没有得意多久 他在做第四起案件的时候呢 遇到了一个生猛的姑娘 他叫做洛林维吉尔 一个25岁的业余模特 他也是看到那个无耻的广告呢 找到了格拉特曼 之后呢 格拉特曼对他说 要为他拍一组沙漠风格的照片 准备带他去深暗 那高速公路旁边的沙漠进行拍摄 这个时候呢 女人的直觉帮助了这个姑娘 就在驾驶到一半的时候呢 洛林开始表现得非常焦躁 不安 他开始不断地用鱼罐 打量着这个著名的摄影师 或许是洛林的打探和不停的试探呢 激怒了格拉特曼 他将车停在公路边 二话不说就拔出枪 威胁洛林把衣服脱了 和别的受害人不一样呢 洛林没有马上束手就擒 他竟然直接扑过去 试图抢那把枪 虽然抢逐的过程中 枪走了火 击中了洛林的大腿 但是他震的是连咬带挠的 把枪抢了过来 挠袖成功的格拉特曼呢 马上反扑了过去 两个人一起滚出了车 说的也巧呢 就在这个时候 公路巡警正好从这里路过 成功地救下了洛林 还把格拉特曼给逮捕了 警方在他的家中呢 搜查到了600多张照片 法院判断他死刑 他表示不会上诉 并对法官说了一句话 这就是最好的结局 不早不晚 就这么结束 最好 1959年的8月8日呢 格拉特曼在毒气室里 被执行了死刑 结束了悲惨且丑恶的一生 好了 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希望小伙伴们能够散联以下 多多点赞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还是这两句话 愿事件没有罪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